YO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很久沒有發片了 今天來跟各位介紹的是乾爹贊助的東西 我們這邊先感謝乾爹讚嘆乾爹 那今天乾爹贊助的這一款呢 是作為一個NA這間公司 在2021年所推出的一個商品 當然他們家的東西呢 一直以來都是打著非常精緻 然後非常可怕的變形結構 那當然這一支NA的衣冠也不例外 當然大家都知道吧 這是衣冠飛輪 那當然它有一個不能叫做衣冠飛輪的名字 當然你們自己知道就好了啦 那NA承襲的衣冠它這種小包裝 然後仿G1的這種盒繪 然後但是G1裡面是沒有這顆頭的 大概是像這個樣子 那內容物呢 就是這樣一支 這一關這一支衣冠的本體 然後搭配呢這個手型 因為這是乾爹的所以我就沒有拆了 搭配這兩個手型就是 開手跟一個學大哥往前指的這個手 這兩個手型 然後呢跟一顆像這樣子 這個是IDW跟漫畫插畫風格的一個頭雕 就是把整個頭變成紅色而已啦 事實上原本的內末認是白色 這個是一個紅色就是少數幾張 之前的那個marvel系列的那種插畫的那種頭雕 跟IDW的時候的一些插畫的頭雕 然後呢 裡面有附上一本像這樣子的一個說明書 那說明書當然一樣跟各位講 你們自己定格 自己慢慢看 它有一個非常可怕的變形結構 以這個小比例來說啦 絕對有一個現在市面上 Volge class玩具的一個變形結構 那裡面呢有附上 這樣子的本體跟三款武器 等一下會跟各位在額外做介紹 那當然 玩具的內容物呢 本體長這個樣子 身型來說 非常的好看 就是鐵皮這個角色的改色 改頭雕 然後跟一些小小地方的一些精塗 那其他東西是跟它之前出過的那款鐵皮 是一模一樣的 那當然 如果你是角色控的話呢 當然這隻一定要買 那如果你只是想要玩這個模具的話 當然選一隻就好了好不好 然後背面是像這個樣子 有一點點小小小小的小背包 不太大啦 小背包 然後輪胎 這個是變形結構 沒辦法必須要做的一個取捨 當然呢他身上會有像這樣子 他把他前面的輪胎藏在身體裡面 所以他身上會有像這樣子的一個鏤空 當然這是一個變形結構 沒有辦法必須要遷就到的部分 如果你不喜歡 當然你就不要買 那大小大概就是你 看我手這樣手掌的一個大小而已 非常的小 他其實不大隻 非常的小隻 那當然 我們來detail一下他的可動吧 首先頭雕跟他的細部detail 頭雕呢 就是剛剛跟各位講的那一款 紅色頭雕的一個白色默認版本 都一樣 只是插在這個地方是變白色 然後頭呢 是使用的一個球型關節連結 所以可以上下 左右 365度旋轉完全沒有問題 各位看到這邊是一個球型關節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頭雕也非常的帥氣 然後呢 手臂這邊呢 使用的是一個單軸 單軸的一個球 單軸加上球型關節 單軸是變形結構時會用到 所以他沒有辦法參與到可動 主要是以這顆球型關節 平舉沒有問題 旋轉365度 是一個球關節沒有問題 非常的滑順 然後橫向有一個橫向的旋轉關節 一樣365度沒有問題 手臂 折區90度沒有問題 拳頭使用的是一個轉單軸 所以可以旋轉365度 當然這個拳頭呢 是可以像這樣子插拔起來做替換的 你可以把你 我剛之前介紹的這個 替換用的手型插在裡面 讓它變成一個開手或閉手 當然 裡面附的這個武器呢 長得像吸塵器的這個東西呢 是可以插在他的手上 讓他變成一個像是掃描儀一樣 他可以檢查一下他們博派的 太原身上有沒有什麼受傷的地方啊 什麼的需要維修的部分 這個類似像偵察儀的東西 然後呢還有一個像這樣子的 有點像是焊槍之類的東西 還是武器之類的 應該是焊槍啦 這類的東西可以作為一個維修功能 來使用 可以像這樣組合 當然如果你不要的話呢 還是可以維持他原本的拳頭 然後呢拳頭上面這把 他有默認的一個 專屬的武裝 可以像這樣把他插在手上 讓他可以像這樣子 這個先放旁邊 所以上半身的可動呢 基本上手呢 可動是非常的俐落的 那腰呢 腹部這邊沒有可動嘛 那腰可以做到一個旋轉 365度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然後呢他的骨關節這邊 大腿的骨關節 特別要跟各位講一下 他使用的是一個非常大顆 兩顆球型關節 然後呢這一塊腹部的地方呢 就是作為一個裝飾使用 所以他這邊 有點像是官方的那一隻 地球崛起的那一隻 柯博文的那種感覺 這邊是使用的是一整塊 像這樣可以活動的 當然他沒有做到另外 額外的什麼荷葉結構去擋住 他沒有 就是沒有什麼裙甲的部分 只是單純就是一顆大顆球型關節 然後做到一個可動 前踢腿後踢腿 左右開 非常的滑順 完全沒有問題 365度 然後呢 橫向有一個橫向的旋轉關節 可以做到一個橫向旋轉 365度沒有問題 膝蓋一樣可以折曲 90度 沒有問題 然後呢 腳踝這邊呢 比較可惜的是 他沒有辦法做到一個前後弓 因為他只有這邊開一個 左右的一個接地關節 他腳沒辦法做到一個前後 他們家之前的東西 腳有的都還是可以做到前後 這隻就沒有辦法 大概像這樣左右而已 然後腳趾頭是因為 變形結構的關係 所以可以在額外做旋轉 但是其實沒什麼軟用 那以一個變形金剛玩具來說 這隻其實他的可動度 已經算還不錯了 基本上你只要會玩 可動玩具的話 你當然 隨便擺一個姿勢 其實都還蠻帥氣的 當然他也不是什麼進攻型的戰鬥員 所以 這樣也差不多了 OK 那當然呢 大家比較重視的是 他的一個變形結構 對不對 我們就沒有的時候 進入他的一個變形結構 然後這一隻呢 在他的一個變形成 車實的形態下呢 他的武裝呢 是可以做到一個收納的 當然啦 如果因為你先首先要知道 他不是作為一個戰鬥的一個戰鬥員 所以他身上的一些武裝 就像這些 當然你可以選擇 這個東西就不能講 選擇這把槍跟 這個東西 這個像吸塵器的探測器 這兩個東西是可以把它 安裝在身體裡面 做到一個變形的 他可以把這個武器 藏在身體裡面 這也算是一個我覺得還蠻驚訝的地方 因為以前他們家的東西 就是要你命三千 不然就是 沒辦法參與到變形 這次是可以的 不過他變形插的地方 其實還蠻猥褻的 像這個東西 他就是要插在他的懶趴這邊 像這樣先插進去 等一下在變形的時候 就會安插在身體裡面 這個如果你沒有先插的話 等下在變形的時候 你就一定插不進去 OK 那沒有的時候 進入變形 首先 變形也一樣分上半身跟下半身 看你要選擇哪一個先變 都可以 你開心就好 我們這次先選擇下半身 下半身的變形 首先他的 腳的這一邊 這一個 這個 橫向關節 這邊還有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橫向關節 這邊可以做到一個旋轉 先給他轉100倍以上 像這樣180度 然後呢 接下來你把這一塊 這塊擋板的地方把它翻起來 翻起來 這裡是可以打開的 然後接下來呢 這邊這個腳掌的地方呢 把它做一個旋轉 旋轉讓他變這樣子 這一塊呢 也把它轉過來 那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這邊 這一個後腳跟的地方 把它向上抬 他就變成像這樣子 從側面看 他就整個車子的車旁邊 這邊就會像這樣子變形完成 好 先翻起來 然後呢 這邊這一個 這一塊輪胎的地方呢 這邊有一個二重關節 做一個旋轉 好 先這樣Standby 好 兩隻腳都變形 我們再玩一次 旋轉 整塊翻起來 這裡給他打開 然後呢 這塊腳踝的地方呢 把它做一個旋轉 腳尖的地方呢 也做一個旋轉 然後像這樣子 好 然後這一塊給他翻起來 然後接下來呢 這一塊 做一個旋轉 先這樣子Standby 不要等你 先不要先Standby 不要動它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變上半身 上半身呢 首先要把這一塊 這邊你看到兩個卡扣 剛好會扣在這個地方 把它解開 讓它變成像這個樣子 然後後面這一塊呢 也把它解開 你會看到這整個身體的地方 就可以像這樣給它拉出來 好 然後呢 這個 偶音偶音呢 就把它旋轉到這個位置 好 來像這樣子旋轉到這個位置 好 這裡就可以給它翻起來 之後呢 這邊後面有一個 偶到的地方 翻起來 像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 頭部呢 會剛好一個三角形 卡在這兩塊零件的中間 你要把這兩塊零件 向左右 把它翻起來 好 然後這邊給它翻起來 好 像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地方就可以整個 像這樣給它拉起來 好 這邊就整個就 騰出很大的空間了 好 這時候你就要把這顆頭 翻到 這個位置來 好 它翻下去之前 你要把兩個輪胎 從它身體裡面給它翻出來 好 兩個輪胎給它翻出來 像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 這個頭部的地方 就可以給它隱藏在這裡 隱藏在這裡 好 來呢 接下來你要把它這一個 這邊有看到有一個轉軸 這個轉軸呢 你要把它做一個旋轉 好 旋轉 成這樣子 好 然後呢 這時候你的手這邊 好 要做一個旋轉 好 旋轉 因為這邊有一個 有一塊零件把它翻出來 好 做一個旋轉 然後像這樣子 這一整個就會變成 車子的旁邊 好 另外一邊再做一次 好 旋轉 好 然後呢 這一塊給它翻起來 拉像這樣子 好 然後這邊給它翻進去 好 這時候你就看到左右邊 剛你翻出來那一塊 就會對疊成一個 車子前面這一個 部分 好 然後呢 你的手 這隻機器人的手就會 放在這邊 好 這時候呢 你要把這兩個卡扣 這邊有一個卡扣 兩個卡扣 對應到這邊 這一個卡點 兩個卡點 好 這時候在組的時候呢 稍微要注意一下 稍微翻一下 然後呢 這兩隻手要把它藏在這個 身體的這個裡面 這樣把它放進去 像這樣子 然後 壓起來 好 那整個車子的變形 大致上的雏形 就完成了 接下來你只要把它一片一片 合起來就好了 好 這邊兩個凸點 對應到這邊 兩個凹點給它組合起來 像這樣子 好 然後呢 這整個車身的地方 給它 收起來 一樣 凸點對凹點 凸點對凹點 組合起來 好 這邊一樣給它收好之後呢 這邊 凸點對凹點 組合起來 那一整個面就變形完成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凸點對凹點 給它組合起來 好 這邊也是一樣 吼 突點對凹點 壓一壓 好 然後呢 最後的最後呢 這一把槍呢 就可以把它插在 現在你看到裡面 這邊有一個 黑黑的一個 然後呢 插孔 你把這把武器呢 像這樣 直接給它插到最裡面去之後 它裡面有一個卡扣 剛好會收起來 這支槍就可以像這樣子 安裝在這裡 它是不會掉的 那經過幾個很複雜 繁瑣的變形結構之後呢 這一支 衣冠飛輪的變形 就完成了 N-A他們家的變形結構 真的是強項 真的是沒差沒小的戰 你看光 這一個 剛從那個人型型態下 壓縮成像這樣一個 救護車的造型 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好看 後面一樣有一些 雨刷啦 什麼車燈的一些 機械細節 一樣這些都做得非常的漂亮 塗裝也是非常的美 像這樣一條一條 輪子呢 四顆都是錨釘固定的 所以都是可以嚕的 真的是很不得了 然後呢 上面這個 雖然它使用的不是透明零件 但是 這樣子 其實這種紅色的塑料件 看起來比較安定 比較不會因為怕說 你這樣摺一摺 怎麼樣就會斷掉或什麼的 這個塑料件真的是不錯 然後加上本身 這個NA的玩具 他們家的塑料 真的是非常的好 就是有一點嫩Q的那一種 不會讓你說 把玩的時候很容易怕它折斷 什麼小 除非你故意用力去尻 不然正常來講的話 這樣正常把玩 它的塑膠的那個硬力 是很夠的 好不好 那當然 相對的啦 它的價錢可能在 同期的一個非官方 這種小比例來說 是比較高一點 但是呢 都還是可以接受 畢竟它有一個鐵工廠在那邊卡著 我說到鐵工廠 好像感覺好久沒有看到 鐵工廠有出新的玩具了 是不是 不知道啦 反正可能 Maybe有什麼新的想法吧 OK 那這一款玩具呢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了 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歡 然後再一次在這個結尾 再次感謝乾爹 那乾爹贊助了這一隻 讓我能夠做我開箱 當然也給想要購買的人呢 作為一個購買的參考 可是這隻因為它推出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 可能Maybe你們手上已經有 都擁有了啦 就當然 如果有的話呢 在變形上有什麼問題 說不定 我變得跟你變得不太一樣 我的比較順 你的比較不順 或是我變形哪裡 有什麼鬼問題 然後你那邊有發現 當然我們下面都可以留言 我們來做一個QA 然後做一個互動 OK 那今天這一隻 就到這裡了 喜歡就自己去買囉 然後不喜歡就看看影片跳過就好了 謝謝各位 囉啦